你知道浙江最好看的十位女明星是谁吗 我们都知道苏杭地带最容易出美女 例如西施苏小小和汤伟等 都是出自浙江 而近日网友们投票评选出了 这将最漂亮的十位女明星榜单 而在榜单中扮演西施的女明星 也只排在了第三位的名次 特别是排在第一位的美女 可以说是百年南月 如果这位女明星要是出生在古代 可能中国古代就是五大美女了 下面我们就来揭晓她们都是谁吧 第十名 陶慧敏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陶慧敏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而且能看到她相关的作品 也都是妈妈辈的角色 其中最出名的角色就是 齐厅长的老婆梁露 但在陶慧敏年轻时 她可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而且还曾被称为江南第一美女 所以说齐厅长取了梁露并不亏 第九名 周斯拉 大家应该对于周斯拉这个名字更不熟悉 反而对特斯拉会比较熟悉 周斯拉是中国大导演江文的老婆 她拥有着东方的经典美 长发柔顺 眼睛明亮而有神 给人以温柔的形象 虽然她的打扮经常很简约 但却又不是时尚感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美 而我想江文的眼光也是错不了 她越美女无数 最后却选择了周斯拉做老婆 这也说明了周斯拉有多美 第八名 叶璇 叶璇是来自浙江杭州的美女 早记得她与TVB签约 拍了很多的港剧 而这也让很多人物以为她是香港的演员 叶璇除了在荧幕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外 她在公众活动中也展现出了时尚感和优雅气质 她的风格经常被媒体和时尚评论家称赞 使她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 第七名 汤伟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只要提到汤伟救王又提梁朝伟 貌似大家只记住了她与梁朝伟拍的那部作品 其实汤伟是位演技非常牛的演员 她拿了太多演技方面的大奖 例如在前些日子 她还在韩国拿下了青梦奖最佳女主角 而这个奖可是韩国演技方面最牛的奖 汤伟在娱乐圈绝对是独树一帜的演员 她的气质出众 具有独特魅力 第六名 林允 林允有着清纯的外形和白皙的皮肤 被赞颂有大S与舒奇合体的味道 她属于林家少女类型 私下里她走的是长发飘飘的清纯女孩路线 而她在美人鱼中的表现 完全颠覆了自己 当然对于这一点很多网友一致认为 她之所以能颠覆成那样 完全是周星驰的功劳 第五名 原类 说到原理 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杜小月这个角色 而杜小月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现在的原理确实是老了 但是她年轻时可以说面容非常清秀 她上高中时期就被星探发掘 并接拍了很多的广告 也正是因此她后来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而且还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92级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第四名 何岁 何岁是来自浙江的全球顶级超模 作为受欧美时尚欢迎的中国超模 何岁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独特的气质 依然成为中国超模闯荡国际梯台的领军人物 她还是中国唯一一位连续妻子登上为秘舞台的超模 但是在我看来 她虽然气质俱佳 但是她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她的嘴确实是有点大了 浙江十大美女明星之第三名 于飞鸿 于飞鸿拥有一张极具东方美的脸庞 五官精致而和谐 这也让她在众多演员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而在入行以来 于飞鸿也是尝试了各种类型的角色 既演得了温柔美丽的女神 也塑造得了心狠手辣的反派 她乐于在不同角色里去探视自己演技的极限 让自己获得进步和提高 第二名 何晴 何晴可以说是中国老牌美女的代表 也是很多70后男人心目中的第一女神 因为直到现在我四叔都说 中国娱乐圈没有哪个女明星比何晴更美 而我反驳称 范冰冰比她美 我四叔却说 她们都是整容整出来或者是化妆化出来的 还说何晴才是天然美 而我四叔说的也不无道理 因为何晴是中国唯一一位演编四大名作女演员 她演得了李世诗 也演得了《西游记》和《红楼梦》 而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齐厅长嫌弃梁录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何晴是她曾经的老婆 第一名 周迅 周迅除了是一位角色美女外 她的悟性也非常高 在早年期间 周迅饰演的角色多是婉约灵秀的女子 她身上独有的江南气质叫人印象极为深刻 虽然周迅有着惊艳四方的美貌 但她却并不靠脸吃饭 她凭借自己的演技拿到多项大奖 例如金鸡影后 金马影后 金像奖影后和百花影后 可以说中国的所有女演员最高级别的奖项都被她拿个遍 此外周迅还在国际上拿过很多有重量级的大奖 不得不说 周迅真的是太优秀了 我不是太优秀了 我可以看你 été眼睛 你只是像一年蛋 你的发生 你转眼睛